王力宏日前宣布离婚没多久 就被前妻李静雷以5000字毁灭性爆料痛击 揭开王力宏召记 约炮渣渣史 让人设一席崩坏 消失几天后 王力宏昨晚首度回应 除了否认自己在有婚姻的时候出轨 还痛批李静雷贪得无厌 要求6.6亿添加赡养费 不过 网友似乎不太买单 继续熬夜吃瓜 期待李静雷再度出手 果然 雷神没让大家失望 今天凌晨列出4点生命级证据 雷神日锤再度K的哄红眼貌尽心 李静雷先是透露王力宏曾经对他说 最好的公关方式就是 试图摧毁另外一个人的名誉 和误导大众转移焦点 接着他一一条例反击王力宏的指控 第一点王力宏说他没有对婚姻不忠 但是没拿出使证 而李静雷则表示 会期待王力宏的一一回复 哄红光气事上就输了一劫 败 第二点王力宏说和李静雷是2003年演唱会现场认识 后来失联将近十年 这回他有翻到对话记录证明 但是李静雷表示 那次以后他们还一起游车和到桃园 还到王力宏唱片公司同事家里吃饭 也曾被拍到一起上妇产科 一起吃寿司 一起看电影 李静雷更提到 王力宏跟另一个前女友还在一起的时候 半夜两点找他约炮出来聊到早上 这些都是2003年开始陆续发生的 而且还有朋友可以作证 看来记性不好的红红这一局又输了 第三点 王力宏指控李静雷要求添加赡养费及生活费 结果李静雷直接秀出证据 表示赡养费自己确实一毛都没有要 反击王力宏出事的洛杉矶房子和股票 是双方各自名下原有的财产 不是因为离婚才分到的 唯一谈到的费用就只有孩子们的生活费和教育费 以及免费借住王力宏的房子18年 看来这一局红红香混淆试听又不成 失败 第四点 王力宏说婚后自己活在恐惧勒索和威胁之下 伪在雷神当然有准备再度亮出证据 揭露王力宏有姓陈颖和自恋型人格 还会跟亲友造谣他有精神疾病 借此诋毁他的人格 指自己才是长期遭受精神虐待 羞辱和被王力宏情感操控的那个人 这一局雷神有证据实锤 碰红又在天一脉 今天早上李静雷在发文追问王力宏五大题 问题内容竟然不只有招记 还爆料他曾经试图跟当时只有16岁的小师妹当炮友关系 再度引起轩然大波 而过没多久 王力宏就发出道歉声明 并宣布暂时退出演艺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